高雄在今天新增了六例的本土確診 有三例是高雄港的群聚接觸確診 而另外三例是屬於宜蘭 郊西的飯店染疫延伸案 確診的母子三個人當中 五歲幼童所就讀的學生 也已經出現有學童染疫了 是否擔心疫情擴大 所以決定要把幼兒園的師生 一共是兩百一十七人 全部都匡列隔離 全副武裝傾銷確診者足跡 高雄在二十九號新增六例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 三例是高雄港區延伸的傳播鏈 兩例在居家隔離期間發病 一例是接觸傳染 一八三五二跟一八七七五 在同一棟公寓的樓下 在停機車的這個部分 曾經有過停留 所謂接觸傳染是同棟公寓住戶傳染 日前發病的案一八三五二 與二十九號確診的案一八七七五 兩人曾共用公寓停車空間 市府研判因居住的公寓老舊 通風不搭才會傳播 已將全棟二十人都居家隔離 除了高雄港群聚 另一個讓市府憂心的傳播鏈 就是二十八號確診的母子三人 因為二十九號新增了三例傳染個案 兩例是染疫母親的接觸 友人跟他的家人 另一例則是小兒子幼兒園的同學 因此幼兒園全校師生共兩百一十七人都匡列隔離 市府調閱監視器發現幼童口罩叫戴不住 憂心誇大風險 全幼兒園都匡列 也表示已收到宜蘭縣提供的住客名單 跟高雄相關的部分正在聯繫疫調 人數還無法掌握 會採一邊疫調一邊匡列的方式來防堵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報導